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时评节目 我是公子沈 这期节目就是跟大家分享两段影片 反映出今天中国国内的情况 一个是在山东青岛 在前几天一群警察去拦截上访的维权者 当他们被质疑 说你们应该为老百姓服务 为人民服务吗 结果这警察说你们不算人民 不算老百姓 接着把他们都抓捕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是老百姓 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现实对护三分钟不离开 公安警官清查 公安警官清查 再不走的话 再拍出说 依法接受处理 我今天代表警察告诉你们 你们不是老百姓 你们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你们你们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你们是来反应问题的 你们就是来上网的 必须马上离开了 你不是为我们上网啊 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你代表人民吗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不用拿这个来说话 好吧 你能代表谁 你代表人民 为人民服务 你能代表谁 你不是为了别人在这里 你会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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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边 你会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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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这个影片当中反映出来的就是今天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本质 就是普通人是韭菜 没有个人权利 没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共产党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口号而已 并不是真正能落实的 首先为人民服务 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的义务 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义务呢 那就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来源来自于人民的授权 人民授权他们 他们去执法 而这个法律也是人民通过代表选举出来制定的 比如说西方的这个国会制定出来的法律 然后这个执法者拿着普通人民的授权 普通人民交的税款 然后去依照普通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所制定的法律来进行执法 这才是一个正常国家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第一 普通人没有权利 第二 普通人交的税 给了这些人 给了这些警察 但是反过来这些警察拿着人民交的税去镇压人民 而且他们的所谓的执法的法律也不是人民指定的 因为人民代表是橡皮图章 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整个权力义务它是脱节的 这种情况下 当警察的当然不会把人民当做人民或当做服务对象 他只会把你们当做管理的对象 就为什么在中国很多城市 它叫做城市管理 城管也是这其中一部分 当然还有体制内的 那就是警察 公检法 整个体系 它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 就是它的宗旨是替政府 替当权者去管理人民 管理城市 管理这个社会 它是从上到下的一种政治任务 而不是从下到上的一种授权 大家明白这一点 在看到这个影片当中 这个警察说 你们不算人民 因为你说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我来定义谁是人民 这个人民当然指的是谁 指的是当官的 指的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利的当权者 他们这些警察要为这些人服务 当这些人说你们要维稳 要维护社会稳定 那这些人有必要的话 就要镇压普通居民 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 一定指的不是普通人 他指的是领导 他应该叫做为领导服务 因为为领导服务 才符合今天中国的权力结构 警察是听领导的 不是听你人民的 命令是领导下的 钱也是领导批给你的 对吧 他们就觉得 其实是在为领导服务 不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人民跟政权之间有个脱节 那么就导致了 在警察眼里 人民不是人民 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人 去攻击这些警察 没有问题 可是要想到 这些警察 他们做的事情 是符合他们的权力来源的 他的权力来源 来自于他的上级 他当然为上级服务了 如果他的权力来源 来源于老百姓 来源于普通人 那他就不可能说这种话了 因为他说这种话 那等于是得罪了 自己的医师父母 他们就要丢掉工作了 所以这些飞扬跋户的 公检法的党的干部 他们这种嘴脸 背后是有原因的 当然这里边不排除 有些很好的警察 但是只要这种权力结构存在 那么这些警察就一定会有这种想法 认为人民是可以去镇压的 人民是可以去任由他们处理的 只要他们符合领导的意思 为党中央效力 维护社会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他就可以这么做 就可以把人民当作镇压 逮捕的对象 而这些人只不是在合理的去申诉自己的冤情 请问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 跟过去那种家天下的帝制有什么不同 本质上没有不同 而这种想法 其实他要溯源的话 也可以溯到共产党的阶级斗争 对吧 共产党就是把人们分成两个不同的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那无产阶级政权就要专政资产阶级 所以资产阶级就不再是人民了 它不属于人民 人民是无产阶级 今天不再讲无产跟有产了 但是权力结构没有改变 所以说当权者和没有权力的普通韭菜 它就是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 那么一个阶级就可以专政另外一个阶级 而其中有权力的阶级是极少数人的 然后没有权力的阶级是绝大多数人 有这样的一个权力结构 自然会有社会各种各样的不公的现象 社会的黑暗 当然同时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习近平开倒车 对吧 权力集中在中央 同样的资源也集中在中央 集中在政府 集中在国企 所以说导致了 比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你就必须要把权力 把资源下放到普通人 让普通人有权力 让普通人有资金 让普通人有财富 才可以去消费 才可以刺激经济 今天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 如果去挖掘的话 还是挖掘到了它的权力结构问题 只要有这样的权力结构 就不可能改革开放走得下去 OK 这个影片我跟大家讲解完之后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 是一个网友 他在网上做了一些评论 他说 在俄罗斯的科学院 所谓外籍院士 他发现都没有什么真材实学 他觉得所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这个头衔 外籍院士这个头衔 很水 他说完这个话之后 结果就真的有人找上门来了 让他收回这种言论 结果他距离力争 逻辑清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月31日 罗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丁某峰 阔胡 不知道真假 带着他们公司的三位成员 来到我的学校 找到我的导员 要求与我会面 原因是 我在某期视频里说 某几位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是水货 很荒唐 这影响到了他们公司的业务 我的同学得知 我要跟院士见面 非常的激动 于是带着手机拍下了一部分谈话内容 不是偷拍的 正大光明嘴脸拍的 视频中的人脸已达码 声音已变声 但是一镜到底没有剪辑 现在先别躲 没事 没事 你不 这样 今天咱们来干啥的 不是 介绍一下 你这样从哪来的 你不知道 不是很关心这个事情 假的我不会说 我不要听话 这特别麻烦 以后 将来这些方式吧 不要再麻烦导演 有时候比较为我希望 不要再麻烦导演 不好 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导演 但是 你们直接那些导演 等来在今天放假 然后等来我特别不好意思 那个 好像 我简单介绍一下 反正是好 我得听 咱是 中国联创科技和环球阴财网 反正各位是领导 你们老是来 呃 有关系 谁要打算啊 这里边有任何的官方机构 中国的官方机构参与吗 我还真不知道 如果没有的话 您称之为领导这些事情联击吗 行 嗯 好 几位 您您您您您接受 嗯 几位几位 人家的法人代表 哎 丁总也来了 哎 总裁也来了 然后关于你那些 视频 哎 莫多多寺外境院那些视频 哎 让人家给人家公司造个影响 啊 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个 造成了具体的什么影响 您说一句 造成了具体的什么影响 您说一句 没有是吧 再说进去 你知道我怎么我哪介绍 那谁能介绍一下 具体的什么影响 是这样的 哎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是吧 你说俄罗斯 嗯 俄罗斯外境院士 有很多荒唐 嗯 这个你说话能负责吗 那可以 我我我 我不知道所有的 因为我这事 可以说得很清楚 有其中的几个人 他们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代表 没有代表这个文章 我查的 如果您先跟他拿出来 就是说这这几个人 你先跟他相关的文章拿出来 他不需要达到院士 只需要达到一个普通的教授的指定 我就愿意道歉 他指定道歉 一两个层面 您现在打算 我现在马上打指定道歉 有人说这个有这种问题吗 你 是不是 然后 然后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对他们 你喷的这几个人 就你说的这个评价的这几个人 你认为你的评价是真实的 而且是 我 我是 我是 是 是 刷点一件 就是 一个院士 他写天的学术层面 就有非常高的成就 这是大家不公认吗 那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学术成就 所以我这已经想让质疑 如果你现在 你已经拿出你的学术成就 我马上要道歉 如果拿不出来 请让我继续保持质疑 这个道理是不是很简单 你这个有意思是说 你这个 现在让他们拿相关的 谁拿都行 只要我 相关的论文 来进去看 让你认为他们够格了 所有的院士 我现在中国共产院院士 中国科技院士 所有的院士 都论文 那都我中文 都能了 为什么 德鲁斯共产院院士 我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 你找不到 这是不存在 你拿出来 我就把 我把 你先给你证明 才能存在 是吧 学术权是这样 是必须给你证明 是吧 不是 你那些 我看这老大网 老大网有证明 你现在是什么 你现在出情况下 拿不出论文 你现在这个院士 刚快就评语 非常非常 不公认 不公开不透明 不公开不透明 你都可以 你的论文成果在哪儿啊 是不是 那种道理啊 你的论文成果在哪儿 是怎么没有呢 拿出来啊 那你今天 你说非要拿出来 不是 你今天拿出来 我当场 我当场就道歉 我当场给所有人道歉 像个黄奈娃里道歉 直播道歉 那不是道歉的 那么简单的问题 拿着我道歉 那不是道歉 那么简单的问题 那如果拿着道歉 你还需要有其他诉求 只要拿出来 其他整个 其他事 我道歉 还是现在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没查到 相关他们的论文 你认为 他们的 这个 能不评选 院士的论文 就不存在吗 并不懂 但是您这拿出来 所以 所以我 所以我对此提出的是质疑 所以我质疑和院士的水平 如果您拿出来 我就让院士的错 您拿出来 那我就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质疑 就是你能认为 有力量 还是 这个 这个工程院 评选院士的专业 机构的认可有力量 同样 你认为你的 都不是政府官方的 既然都不是政府官方的 你如何 探认的两个是有力量的 你怎么说 不是政府官方的 是哪一个政府官方的组织 是哪一个政府官方的组织 是哪一个 你告诉我 请直接告诉我 是哪一个政府相关的组织 他讲的非常有条理 而且不卑不亢 场面话都说到 而且态度非常友善 非常温和 但是立场上站得非常坚定 没做错就是没做错 他当然有权利 发表自己的看法 说哪些院士的水平不够 水平够不够 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 没有一个衡量标准 所以说 这当然他的言论自由 这不涉及到诽谤 什么叫诽谤 就是道德有问题 犯了什么事情 很具体化的 那么这就是属于 涉及到诽谤了 因为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你讲出来 给人扣上这个帽子 比如说他是通奸 或者是诈骗 侵害对方的名誉 这叫做诽谤 但是在这里边 他只是说你的水平不够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也可以不叫诽谤 就是涉及到公共利益了 比如说 我说谁是大外宣 那么这是不是涉及到诽谤 对方可以告我 但是告我的话 你要证明自己不是大外宣 怎么证明 没法证明 第二就是 就算你不是大外宣 但是我认为你大外宣 我讲出来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大家知道 小心这个人 他背后可能有一个 政府力量在支撑他 这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公共利益 这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安危 所以这就告不赢 比方说在台湾 他就出现这种情况 被指责为红媒 亲共的这些媒体 就经常会告一些主播 主持人 像陈宁关 对吧 曹青城 他们都被告过 都告不赢 为什么告不赢 因为这些人站出来指责 比如说联合报 或者是谁 是大外宣 或者是你做了很多 大外宣的情况 为共产党去宣传 第一 有凭有据 确实能拿出正确的证明 你确实在替共产党说话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就算我的判断不对 但是我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全 考量 那就涉及到公共利益 不属于诽谤 但是你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但是他实际上没犯这个罪 他偷盗了 他诈骗了 他强奸了 对吧 他没有被判决任何罪行 然后你却这么说 那就属于诽谤 所以说这一小伙子 他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 那么所谓的什么院士 好像好几个领导 这个阵势很庞大 来给他施压 但是他们本身 其实自己是没有道理的 有道理就不用走过来了 就会直接起诉了 对吧 当然他诽谤的人 肯定不会是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的话 我估计就不会有人上来 来跟他去争辩了 直接警察就来了 这也说明了那些 被他批评的人 批评水平不高的人 没有办法动用警方 说明也不是真正拥有实权的人 真的拥有实权的人 我相信也没有人敢去 真正的批评 这件事情也不能代表 中国就有言论自由 而且反而证明了 就这么点小事 就能有人掌上门来 就能够施压 也可以看得出 稍微有点身份地位和权利的人 他们只有欺压别人的份 但是别人做什么事情 让自己不爽了 他们就官威很大 架子十足 说白了 中国还是一个权力至上的专制社会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 公子时评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也欢迎加入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